我原本只是略时休息 没想到居然睡着了 一定是连夜冲回旁城 突袭刘邦的这场仗 让我精疲力尽 所幸 汉军人数虽重 却和刘邦这人一样无用 在我军 以及霸剑之前 一战击溃 如水烟楼一般溃散奔逃 如今 彭城重回我军之手 刘邦一干人等弃城出逃 虽然这一战胜负已定 此刻 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机会 若能再次将他们给一网打尽 就能彻底除掉刘邦这老皮肤 绝这个 我在鸿门宴一时失神而放过的 心腹大患 启离大王 属下奉命前来传报前线军情 拜逃中的汉军周围 突然刮起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大风沙 汉王与残军 被这风沙困在水水河边 一时动弹不得 不过敌军已经在原地重整阵势 决心拼命死 周将军明见 此刻汉军已尽尸资重粮草 即便死守也撑不了多久 此无必要在此刻急于应攻 你回去告诉周将军 就照他的意思去做 属下遵命 这就立刻回去 转达给将军 这一样的感觉 莫非是 射灵封剑 老头子 果然是你 你这回战场的血腥味 而来的鼻子 真是越来越丁了 不过这回你来得早 这场杀戮还没有结束 小王啊 人魂就像花朵 想来是趁早采鞋的好 不过看在老夫如此尽心尽力的份上 您就不能口气好点 直接称呼老夫的本名 偶爷子吗 你也是为了完成自己最真实的作品 彼此不过是各取所需 岂能说是为了我 尽心尽力 不过既然你对这如此在乎 偶爷子 那就聪明你的来意吧 小王 你知道老夫来此 只会为了一件事 请把霸剑 借给老夫一看 也阵子没看到 霸剑上面 又多了许多损伤 两兵又高举他领头冲入敌阵 掌杀千百名敌方兵将吧 霸剑南征皇 皇前 用于号召天下 通义王军 然后他还砍人披甲 当比杀鸡牛牛倒 实在浪费 就算霸剑本身风略无比 要是没有老夫细心修理 早晚也会被你砍到盾啊 现在我手中 我怎么高兴就怎么用 你想做什么就赶快说 没时间听说就 谁叫你是无敌于世的霸王项羽呢 看来老夫 还是闭上嘴 赶快修理吧 宝爷子 霸剑还有多久才能真正完成 就快了 霸剑离大宫告成 只剩直尺之差 向王啊 你起兵以来 已经为他牺牲了无数人命 在这最后关头 你一定要耐心 我不需要什么耐心 我只需要霸剑的力量 如果消灭刘榜 让他们一伙全都成为他的剑下完魂 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取得天下 届时要献上多少人命 每王城霸剑都不成问题 霸王如此地承诺 霸剑的完成必是指日可待 不过老夫临别还有一言相告 霸王看来神社有些欠价 老夫说过打炸霸剑的飞昆铁油死人昏破的邪性 县中积蓄的魂力越多 这邪性也就越强 如果其主过度放纵自己 疏于自治 或是心臣有所松懈 便可能为这邪性趁西所趁 甚至防过来支配其主 直到霸剑最终完成之前 这邪性都不会完全消失 总能让向王是天下无神的殷侯 刚心铁挡无人能击 不过于此难不可掉以轻心啊 你倒可不用担心这件事 既然你来此的目的已经达成 那就可以离开了 不要耽误我 待会收拾流氓子老子的钥匙 呵呵呵 这么急着赶老夫走吗 别怕老夫的戒 只能在维持片刻 差不多是时候了 希望你能上游霸剑 想王啊 咱们会不会游戏 你 臣妾参见大王 银妹辛苦了 刚刚传递回报前线情势已定 你的霍天乱阵 将刘邦一等说可乌龟 围困在对水旁 这回如果能让他们一网打尽 就说你的功劳最大 此乃大王运筹如神 臣妾远远不敢鞠躬 只是 银妹宽心 若非刘邦这小人无耻背心 包藏祸心 趁我发气之际 发大军从后偷袭旁程 又怎会有今日之战 这些人命 已经新战所造的恶业 终得算在他身上 如今他们被乱阵所困 富与王抗也撑不了多久 等营中境内充分休息之后 咱们便出发去与周将军会合 一起集合汉军 站在刘邦 今后天下 必会归于太平 若大王有如此决心 臣妾就放心了 或许是因为连年征战 我又费太多心神在国事上 在处置刘邦时 多有过于大义轻率之处 这的确是我的不是 光神之战是莫大的教训 我绝不会再轻闹过他 不过对方最厉害的角色 你是指张良吗 正是 大王 我们不能在此功亏一篑 得赶快去阻止他 来就来吧 他在武丁地宫时 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且看他现在能有多大本事 咱们就上姑柏林瞧瞧 咱们就上姑柏林瞧瞧 才会才会那个触发 才会那个触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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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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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风源悬壁》 《六甲照书》中的一种强力封剑 通常用于阻敌或拖延对手 你提醒得好 只要是在霸者之眼底下 没有任何东西 能逃过我的眼睛 张良这丝是白费心机了 这样子就可以通过了 张良 刘邦全靠了你的辅佐 才能与我分庭抗礼 但他的好运就到此为止了 你无需再费心在那庸夫身上 承蒙向王好意 只探你始终都不能明白我的苦心 向王 此刻的你 已经身陷于霸剑力量之中 无法回头 我别无他法 只能尽一己之力的射服 射法扶走漢王 保得他不死 留着这颗浮星在地座之策之策 我一系天顶一指 无知崩溃 我若漢王不幸赏命 就再也没有方法 挡救这天井之危 即使向王取得天下 人世也将与你一起毁于一旦 我们敌对之词 向王已经听不清我任何一句话 但若向王对我尚有一丝情谊 请答应我这最后一次的请求 求向王 做了这获天真 帮汉王一条深路 不要走绝了这一步 那么这一切 都还有 都还有希望 你说了这一堆话 就是要我饶刘邦一命 你指点着匹夫偷袭彭成诗 于我 又存着什么情谊了 张良 竟然相信艺术央汉 还是拯救天下之道 那么今日我一定要将刘邦摔尸万断 这回答 满意吗 这一切果真是天意吗 这一切果真是天意吗 射到如今 雖然我自己不是你们对手 也只能用此残命 恶心职责 惹后遗了 向王 请说我得罪 来吧 我会成全你的 干嘛 baby 对 对 对 所以 還是他的師父是五音眾 這招不是很強 就一招 欸?他只會打一下而已 反正就沒有本…就沒有這個好了 你寧願死在我劍下 也要堅持那些可笑的死命嗎? 我只能看著你走上陌路 我已經聽夠了你這煩人的鬼話 今天這神父已經決定一切 我才是天下之主 霸劍在我的手中 在世上就沒有人能勝過我 在我拿你血跡之後 接下來就輪到劉邦友 等我殺光了他們 就看天下還有誰敢給我作斷 向王 你的魂魄已神獸霸劍所食而不自知 狂妄 憤怒 與血腥殺戮 只會讓你被他支配得更深 成為一切都得依賴霸劍的弱者 大王 您再這樣催使力量 只怕保護霍天鎮的封建匯 少啰嗦 長良 死吧 大王 您再這樣催使力量 只怕保護霍天鎮的封建匯 小小子 你醒了 晚輩覺得自己神智清明 並未感到這些不適 唉 聖小子 可有什麼不是吧 嘿嘿 剛才 痛不痛啊 跟他不是很痛 都是左前輩你的眼色 看起來似乎異常常白 阿廢話 阿人家那麼賣力 在這邊出力 阿人家當然臉色常白啊 就你再爽 嘿嘿嘿嘿嘿嘿 用命 沈神法 本就非常耗費精神 不過 多虧這沈神之忍 老夫才得以明白一切死磨 或者永遠也無從知道那段生亡在千年前的過往 不過 最讓老夫一想不到的是 你竟然會是他 啊 前輩 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沈小三 剛才刑法時 你可有什麼感覺 你是否記起了些什麼 晚輩只記得 自己好像做了一個很長的夢 可是 又半年都想不醒夢境的內容 看來你魂魄中的那道門 依然緊緊關閃 嗯 此事顧慮甚多 一時倒也難以決定 為了穩當起見 你還是先到老夫的知識先供待一陣子吧 所以難得會有客人 老夫保證不會虧待你們的 那你先把我放下來嘛 師尊在上 弟子陳剛有事頂告 那你先把我放下來嘛 你不是要以禮相待嗎 進來 對著生命 不過我是吻神神把三大兄弟前發門之一 師尊敬後冒險對那少年使用 莫非他 此事不要多問 咱們走吧 是 你先把我放下來啊 喂 這下可好 我就這樣被留在這裡了 唉 左先輩的蜈蚣和個性都如此霸道 我還是聽話挺好 唉 不知道姚美蘭姐姐有何大哥們 他們是否安好 沈大哥 原來你在這裡 唉 大家正好 先把我放下來 是黃甫兄弟 你先等會兒 我先放你下來 唉 謝了 黃甫兄弟 真高興看到你們平安無事 我正擔心你和林軒妹子被招回本門後 會招待到什麼 什麼處罰 看著左前輩雖然說話嚴厲 但還是很疼愛圖兒的嘛 沈大哥 你就是為了幫我和林軒才遭到此難 此刻卻不忘關心我們 我會永遠記住你這份情的 不過你儘管放心 這不是我們為徒 這必有目的 所以不論他再怎麼升起 也不能動我們分考 最多是把我們在房裡過上幾天 不只任意走動而已 原來如此 不過左前輩收你們為徒是別有目的 這話怎麼說 重點來了 沈大哥 這乃是本門之秘 也不是你現在該關心的事 什麼 你不講喔 師父從來不讓外人進入子泉宮 他會叫你留在此處 代表他視你為危險 而且意思無法決定如何處置你 而師父這人想法極端 先知心思反覆息怒無常 常常和臨時起了什麼念頭 後果只怕不堪設想 在這裡多待一刻 就多一份危險 還是趁早離開為上 你說的有理 不過我可不能自己一個人逃走 黃埔兄弟 你知道姚妹 藍姐姐她們在哪嗎 自然知道 林軒此刻就和她們在一起 我這就帶你們過去呢 太好了 那就有勞你引路了 啊 聖大哥來了 聖大哥 太好了 看來大家都平安無事 左前輩應該沒有為難你們吧 你帶去問話 我們都擔心死了 聖大哥 黃埔兄弟 左前輩對你做了什麼嗎 他 他進來了 傑哥進來了 我的腦子被他打開來看看 姚妹 我已經不是當你的聖大哥了 左前輩 對我用了虧魂省神法 聽說這法門十分危險 好在 我只是昏睡了片刻而已 不過最後往下看起來神色臨重 還說了幾句我聽不懂的話 公子 魁魂省神法 這法門 以施行凶險著稱 因此被道家正派視為邪術 多年來不曾傳於後人 他如果如此 只怕左前輩 對公子利用其他想法 唉 又在開車了 藍姐姐所想的 與黃虎兄弟一樣 所以才建議我們 最好趕快離開這裡 照我剛才偷聽師父和大師兄 對師父的吩咐 他們似乎要上子雄盤做行功 一時半刻不會在這裡 這另密途徑 只怕並不容易 確實如此 師父當初挑選此地 作為天瑤派總壇 便是看上了這紫秒峰的孤絕 秦師伯曾向左前輩禀告 有人在禁界周圍四處試探 似乎是嘗試要闖進封建 說不定 那就是為了我們而來 黃虎兄弟 您可知道那紫玄八禁鎮在哪裡嗎 這紫玄公雖然老大 但師父設下了重重限制 要有特定的令符 才能開啟某些門戶 以及咒術樞紐 據我所知 紫玄公中 共有青石碧鐵刺金三種令符 我和林軒 只有青石令符 等需之處十分有限 紫玄八禁鎮 我從來沒去過 再也不知道他位在哪裡 你們只能設法說起這三種令符 然後自己找路了 我們要上哪去找這些令符 我猜某些掌燈使者和殖民使者的身上 多半有 那些傢伙 或者造款 紫玄公的各出 肯定會需要令符 不過聖大哥 你們可別小看那些實力實力的傢伙 雖然他們乍汗之下 十一群只會聽命行事的行事走路 但他們在這之前 據說是不幸败在師父手下的可怕妖母 雖然被師父毀掉魂魄後 當作看守紫玄公的奴仆去世 但他們絕非容易對付的對手 你們務必要多小心 等等 如果這裡的師婆 全是這樣來的 那麼這紫玄公里 莫非沒有幾個真正的活人 就只有師父 大師兄 三師兄 和我四個人而已 師父的個性多以孤僻 他寧願使喚這些妖魔來伺候自己 也不像與一般人打交道 所以 你們學妹子 我明白你為何總是鬱鬱寡歡呢 雖然你身處天遙派這武林中 最為人所敬畏的門派 但坐在這華美壯地 卻病人又毫無生氣的宮殿裡 面對這無邊無際的孤獨 一定是件非常難好的事 真是辛苦你了 嗯 幸好還有三師兄 與我相依為命 這幾年來有他在我身邊 願意陪著我說話 我懂 怪不得你心甘情願 跟他一起逃離此地 沈大哥 現在可不是聊天的好時候 你們還是趕快去找子君巴金正的所在吧 我和你學妹子偷溜出來 也得回禁閉房裝裝樣子 等我們出了這個房間之後 你們就給警告自己了 我只能祈求上艙 保佑你們平安離開 萬古兄弟 你肯定學妹子 要多保重 咱們這就走吧